那可否怎樣評估現在的情況 都頗難評估的 但是依我所理解 其實立法會四邊都是很完整地被市民包圍的 所以我覺得現實上操作 要立法會可以開到會是有難度的 要議員全部回到一起去 或者有議員夠膽回去 特別是建制派的議員 所以可以估計的就是 要麼他就會取消會 或者延遲的會 直到人群散去 但我現場看到 這群年輕人是很有決心 即是他不宣布撤回 都基本上不會散去 所以這個機會不大 可能這個無恥的政府做得出的就是 在其他地方開會 閉上去找個地方 全部進去宣布開會 然後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阻止不了他 但是就 儘管再看看形勢的發展 如果假設真的好像你這樣說 那個不利的情況 那麼你們會怎樣應對 即是真的躲起來開會 都難應對的 不過他始終如果他要先進去一個地方 然後決定開會 那麼他理論上 法律上都要支援我們民主派這邊 所以我們都有空間 即是和市民一起前往的 那麼所以 對他來說 其實沒有定理的 民意就是在這裡 除非你不是在香港 所以 我覺得他應該 無論如何都要面對民意 除了撤回沒有第二個方案 那麼想問 剛剛梁君然 今天就開了大會的學會時間 那麼 怎樣看 會不會覺得是贏了第一場 最後的感覺 我覺得對大眾來說 是有鼓勵的作用的 不過我們已經很快告訴大家 很警惕 因為在現時的議事規則裡面 改了是隨時任何時間都可以得回 何況他沒有講取消 他講改時間 就算取消 都可以立即開得回 所以我跟大家 同群眾都講了 以後這個準備 會是一場持久戰 但是我自己當然不希望 好像佔中一樣 那麼長時間 那麼我也都覺得 政府不可能會容許 那麼長時間 立法機關不運作 政府機關今天都運作不到 接著在中區的一帶 基本上的交通很癱瘓 我相信政府 任何理性的政府 都不可以這樣下去